蘇貞昌昨天說什麼 說國民黨阻礙何時進來 是讓台灣退步 講得太好了 為什麼 這麼爛的行政院長 這麼爛的蔡政府 你們國民黨沒有辦法讓他下架 所以你們是阻礙國家進步 所以我要說 蘇貞昌是個爛人 他說人家 蔡英文 鄭麗文是沒更小 蘇貞昌是全世界最沒更小的人 我現在就說他爛人 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第一點 看起來蔡政府好像很有道理 我就對於特定的項目 不是全部輔導的食品 就會比較容易累積的 比方說海產 因為他排放了很多的放射性的水 比方說乳製品 因為乳牛呢 要秘乳 要做成乳製品 他要累積一段時間等等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我認為啊 完全沒有道理 剛剛好市長講了 我們換到什麼 不知道 再來呢 我要 講一句話 就是啊 浮石再進到台灣 又讓台灣朝向 絕子絕孫又進了一步 為什麼呢 我們每一樣都照國際標準 好棒棒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戴耀心 環境荷爾蒙 沙蟲劑 除草劑 樹化劑 空污 重金屬 土地污染 水污染 每一樣都照國際標準 統統加起來 結果是什麼 走向絕子絕孫 我們薛市長在這裡 你自己回去看一看 第一個 我們台灣的男女性的生育率 英文叫Facundity 大幅下降 以男性而言 你們自己Google看一下 每一年的精同 減少1% 而且不可逆 第二個 女性超過33歲以後 生育率大幅下降 所以國劍署一再呼籲 我們在15年的時候 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齡是30歲 他說33歲就不行了 那只有三年的時間可以生小孩 他不是絕子絕孫嗎 你自己去看看 欸 薛市長你在這裡 我們老同事 我們台灣 是青壯年 青少年 青年人 最不結婚的國家 是不是 你回答是不是 你自己的網站 第二個 台灣是全世界生育率 最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總生育率一個婦女 生不到一個小孩 生不如死 全世界有比我們更低的嗎 你自己講 第三個 這幾年 虐兒虐老 是不是不斷增加 是不是 自己看 衛武部的網站 再來 我們自殺 台大的學生 人生勝利組 學霸 20年還是21年 五天裡面三個自殺死亡 不是想要自殺 不是自殺未成 我要講一句話 零檢出 我們以前所有的標準 全部要改 衛福部跟食藥署 全部改 因為台灣 已經走上 絕子絕孫了 所以呢 蘇貞昌昨天說什麼 說國民黨 阻害何時進來 是什麼 是讓台灣退步 講得太好了 為什麼 這麼爛的行政院長 這麼爛的蔡政府 你們國民黨 沒有辦法讓他下架 所以呢 你們是 阻礙國家進步 所以我要說 蘇貞昌是個爛人 他說人家 蔡英文 謝那個什麼 曾立文是 沒更小 蘇貞昌是 全世界最沒更小的人 我現在就說他 爛人 謝謝 我從來 因為我 我最愛的 超人 我最愛的 我最愛的